音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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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看著他們在舞台上說台詞 然後做表演 我彷彿就看到就是當年 就十幾年前我第一次進劇場演出的時候 我也是什麼都不懂 因為我不是本科的 所以我就會願意想要去分享一些 也不能講說是訣竅 或者是小小的幫助方式 然後可以讓他們更快的達到更好的表演 我本身就是一個比較內向害羞的人 然後現在要整個面向做得很多 我就會覺得 很想死 你越想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在表演當中你會越做不好 越放鬆 但是是專注的 表現會更好 因為我本來個性有一點點 不要門少啦 手才會放得開 那演戲這件事就是 你可能一上場 你就要整個放開 所以我也是慢慢在學習 就是能收能放這樣 第一次讀本的時候 發現很多老師 其實也滿容易脫稿演出了 然後覺得喔 其實劇場也不完全是很死板 應該是可以很活的 然後可以讓整個劇變得更有生命 畢竟我們以前都沒有接觸過這樣子的東西 因為我們六個教練都是一樣的 你要怎麼把自己的情緒 讓可能更遠的觀眾看到你在表演什麼 我覺得這是比較難的地方 其實我覺得做自己在 我自己覺得有一點點難 你可能會戴很多面具啊 你在家裡啊 或者是你在工作 或者是你私底下在朋友面前 其實你都會用不同的方式去呈現 在我們可能很多的對待家人 對待上司 對待同事 對待不同客戶 其實我們都戴不同的面具 不是在做作 你就是只是在這個社會上都生存了 猛男地獄帶你認識自己 一定要來看喔 猛男地獄 超好看的 進來看我賣猛 猛男地獄 他會走進你的心坎 猛男地獄 帶你走出心中的地獄